其實這是早就可以預料到的事情 因為我本來就知道高院一定會發揮 因為高院根本不想去扛這個鍋 當然是把責任丟給地院 那地院這邊老實說第一個啦 民進黨早就已經決議要政治追殺了 所以本來他就跑不掉 那分發到這個呂正業這位法官 也是出了名的 非常有特殊的色彩 所以扣任者本來就死定了 這是無庸置疑的事情 但是接下來是抗告會不會贏呢 我認為抗告不會贏 抗告應該會被高院駁回 因為雖然民進黨跟北檢做法非常粗暴 而且完全不演了 直接就航瀉一氣 可是重點是在於 柯文哲自己很多事情也沒有說清楚 他到現在也沒有解釋 為什麼他會很積極的 當市政府還在跟金華城打官司的時候 他就積極的下指示 要他們去協調 然後甚至在市政府官司明明已經贏了之後 你還要繼續跟廠商協商 還要幫他們去增加容積率 你做這件事情幹什麼 正常人不會做這件事 你柯P為什麼要做 雖然目前沒有對價關係 可是柯P也沒有解釋清楚 你這麼盡力的去協助金華城 你到底想幹什麼 你到底原因是什麼 柯P如果沒有辦法得出合理解釋的話 那抱歉 我必須說到最後 可能他的圖利罪是會成立的 因為圖利罪是不需要對價關係的 所以我認為民眾黨現在去拉扯什麼 蔣萬恩市府 或是說什麼當初都是都委會共識決 這些都是沒意義的事情 都委會委員未來可能好幾個人要被請訴 然後蔣萬恩市府又不是法院 請問一下他能夠證明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要自救的話 第一個趕快召開國際記者會吧 看能不能找一些國際聲量來給民進黨施壓 那第二個還是趕快去找出來 對柯P在這一段時間不符合常理的 這樣的作為 找出合理而解釋 然後來安撫社會大眾 不然的話 老實說 未來就是信者很信不信者很不信 大家各自解讀 柯文哲最新的羈押結果 的確也是出人意外 主要原因是這一位下裁定的法官 要求簡便雙方都不能提出新的證據 而是以之前下裁定的地院法官 當時候的相關證據基礎來當作一個裁判基礎 但是呢 這一位法官的裁定結果 既然跟上一位法官裁定的結果截然的不同 既然是同樣的基礎事實 同樣的證據 既然產生一個是認為無保請回 另一個自然認為是一個收押的結果 那為什麼有這樣子截然不同的結果 是因為這一位地院法官認為 這個案件涉及到200多億的金額 公益性非常的高 所以有可能隨時會勾串其他的人辦 或者有可能煙滅證據 因此在公益性的狀況之下 必須要羈押柯文哲 只是呢 依照我們刑事訴訟法101條 如果有確實有勾串其他的人辦 究竟是哪個人辦 或者是有煙滅證據 到底煙滅的是什麼證據 這位法官都沒有直接的載明 我想這也可能會成為 這個辯方律師抗告的一個理由 從頭到尾他就是一個沒有下線的詐騙集團 早上的時候 包括一整天我一再強調一件事情 我說柯文哲一定得押 這也不是什麼神預測 也不是什麼預判 是因為高院已經把答案 open book給你看了 就是這樣幹 沈慶晶 彭正森 邵秀沛 李文忠 這些人押越久 他們只會吐出更多的證據 所以時間拉越場 只會對檢調越來越有利 金華城必案持續延燒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被檢方以貪污治罪條例突立 違背職務收賄罪偵辦 被聲押禁見 二號或法院裁定無保請回 沒想到檢方抗告成功 五號再度召開積壓庭 認為柯文哲犯罪嫌疑重大 裁定積壓禁見 而對於此結果 媒體人張雨萱也受訪分享看法 檔面長我從今天一早 我就一直一再聲稱 我也不怕翻車 我就一再聲稱說柯文哲今天一定會押 柯文哲今天一定會押 因為這理由很簡單 你要仔細去看這個高等法院的裁定書 高等法院基本上 他理論上要做程序審 也就是說你地院的程序上有沒有瑕疵 或者說需要改進的地方 所以理論上來講 如果你就誠字而言 他可以做幾個動作 比如說 他說我覺得你希望你這個地方再去深究 所以這個東西呢 我們講裁定發為根審 對不對 發為根財 但是他的做法不是這樣子 他的做法是很明確的針對事實 比如說 映小威跟朱雅舞的通訊 比如說彭聖聖的證詞 比如說我們講的邵秀沛的證詞 他說你要去把這些人證詞勾串勾擊 然後比對誰 比對柯文哲的隨身物品 就是他的手機 比對他的手機 換言之他這在幹嘛 他是直接很明確的跟檢調 跟地方法會點出說 這幾個地方就是我認定的事實證據 而根據這些事實認定的證據 我可以認定第一 柯文哲有圖力 這個是罪證確鑿 他有非常積極的參與計畫成這個案 第二件事情他說 而且他涉嫌有收賄罪 很有可能從第六條變成第四條 罪嫌重大 所以應該要查 而且不應該如同他所陳述的 說檢察官的證據裡面 沒有確實去證明說他罪嫌重大 所以就把人給放了 他不認同地方法院的這個做法 他說尚未失誤 就是你這樣做不好啦 不妥當啦 不妥當啦 不要這樣啦 所以換言之今天 高院是用一個已經把結構框架 給框住的東西 丟去給地院 那這時候就有幾種抉擇 抉擇是什麼 高院已經跟你講到這種程度 好 你要嘛交保 那交保之後檢方會幹嘛 還會再抗告 抗告之後會怎樣 高院還是一樣的態度啊 他絕對給你再度的 我們講發為跟財啊 所以這個就會變成鄭文燦的事件 跟下場 所以今天當輪到這個法官的時候呢 他做了一個很特別的動作 他說 我不採用心事證 很多人都誤以為說 這是在對柯文則好 那代表他不了解整個司法系統 因為當他說 我不採用心事證的意思就是 既然高院的意見 是指原本的證據 是出判的法官 出裁的法官 沒有把事情看清楚 他為中和的去評估 整個所有的事證 所以我只要拿著原本的事證 我就可以做出中和的評估 這個差異性很大喔 因為今天你如果說拿出新事證的話 第一次 吳寶寢回的責任在神身上 檢察官 代表北檢辦事不利 王俊麗辦事不利 但高院有沒有替他解套 有 高院說他沒有辦事不利 是你沒有把證據看清楚 所以這個地院把關叫做順水推舟 就是我們講的 第二次的這個呂正業 他就直接講嘛 好啊 那我就按原本的證據來看掉 新的我也不要 因為現在如果他判出來的結果 跟原本的出判截然不同 那代表一件事情 問題出在出判的朱嘉義法官 這才是他真正的李文本嘛 所以當早上的時候 包括一整天 我一再強調一件事情 我說柯文哲一定得壓 這也不是什麼神預測 也不是什麼預判 是因為高院已經把答案 open book給你看了 就是這樣幹 這沒有別的可能了 他所有框架都已經限縮 而且 隨著時間越拖越長 他只會有一種結果 那就是隨著包括我們講的 沈慶晶 彭任生 邵秀沛 對 李文中 這些人壓越久 或者是他們 處於越久的狀況 他們只會吐出更多的證據 不會吐出更少 所以時間拉越長 只會對檢調越來越有利 而只要在高院 堅持這個認定 跟基調的狀況之下 不管定員要怎麼裁 最後如同正文餐餐鍵 都逃不過積壓境界的命運 你們可以看到現在這個 帶著柯文哲的球車 目前已經從北院離開 準備要帶柯文哲進到了土城看守所 那麼柯文哲人現在就已經坐上了這個球車 柯文哲人已經在這個球車上面 直接要把他送到了土城看守所 那麼現場有蠻多的小草 是對著柯文哲喊說主席加油 目前這個球車已經出發了 要到土城看守所去